今天的高溫現象 相信是讓全台各地的民眾 是熱到發燙 出現這樣的高溫 大家真的不要小看 因為這對我們的身體 會有一定的影響 而說到了影響 目前大家對於路徑 不斷漂移的凱米颱風來說 也很頭痛跟緊張 最新的資訊要把時間交給RuEED 一週新的開始 今天真的很不一樣 除了是24節氣中的大暑之外 但是我們其實今天 沒有太多時間留給這最熱的一天了 因為才過完平靜的週末假期 氣象消息有最新的進度 那就是我們今年的颱風季 終於正式的開張了 我們首先透過微視音圖 一塊來瞭解了 其實在上週我們就有提醒大家 這個禮拜台灣附近 會有兩個颱風接連的生成 而的確就圖卡上資訊 我們可以看到 其實目前颱風上的 海面上的兩個颱風 一個就是在今天早上8點左右 生成為輕度颱風的巴比倫 也是今年的第4號颱風 但是它其實在昨天 就已經登入海南島了 之後不僅會離台灣越來越遠 很快的也會減弱 對我們沒有影響 而對我們有直接影響 大家也最關心的 還是今年的第3號颱風 凱米了 有沒有可以看到它的雲系 真的是非常廣非常的大 而現在它的結構還在盤整當中 所以颱風也還沒有正式的開眼 那麼它的颱風中心在哪裡呢 我們透過下一張的路徑 潛視圖就能更清楚的看到了 從圖卡上來看 目前颱風的位置 是距離我們東南方 在俄鑾比東南方 大約600多公里的海面上 依照氣象署目前的最新資訊來看 未來會繼續的朝著北方 時間上預估最快的今天深夜 海上颱風警報就有可能發布了 那麼陸上颱風警報 不排除最快也會在明天時候跟著發布 而明天白天呢 其實風雨的影響 還沒有那麼的明顯 但是從明天的晚上開始 風啊 雨啊 都會越來越大 而特別就是出現在我們的宜蘭地區 花蓮這邊 也就是禮拜三禮拜四的時候 就是颱風離我們最接近的時候了 而且呢 雖然目前颱風的中心 是會在台灣的東北方海面 或是在東北角叉間越過 或是直接的登陸台灣 還不太確定 但不論如何它的外圍環流 都會直接的影響我們 那麼各主要城市 受到暴風圈侵襲的機率 從下一張圖卡上繼續來了解了 在明天的晚上 然後呢 颱風外圓雨漆就會開始影響 宜蘭 以及在基隆北海岸一帶 就會首當其衝 開始有一些間鮮性的降雨 另外呢 在南方這邊其實可以看到 因為這邊有一些南風的水氣 在順著風場移入 再加上呢 午後震雨會一起來發威 那麼在南台灣 台南 高雄 屏東 越玩雨勢也都會越來越劇烈 而等到後天開始 禮拜三 禮拜四的時候 凱米颱風會在東半部外海移動 禮拜三的時候 月末是在這個位置 到禮拜四開始會移動到北方的海面上 所以說禮拜三 禮拜四 也是整個颱風影響最為劇烈的時間點 不僅是東北方的宜蘭 包含整個中部以北 以及高雄 屏東地區的山區 風向影響的關係都要非常非常小心了 因為不排除可以看到這些 紅色區塊的地區會有豪雨等級 而在我們原鄉部落 特別是在山區的南投 以及桃竹苗 高雄 甚至這邊也都會是紫色區塊 代表這些紫色區塊 會有在毫大於以上等級 一直要等到禮拜五之後 颱風才會逐漸的遠離 所以說這段時間 在颱風還沒有正式開始影響的時間點 我們要請我們的部落朋友 特別是山區的族人朋友 要趕緊的準備防台工作了 而至於明天 各部落更詳細的天氣預測 緊接著來看我您整理的山海氣象 首先來到屏東 市自牡丹滿洲 明天同樣留意午後震雨 最高溫33度 太武來一圈日 高溫有34度 降雨機會有9成 三地門舞台馬家 高溫落在31到34度9成的降雨機會 高崇的原鄉地區 同樣是午後震雨的浩發區 最高溫32度 家裡山氣溫落在15到31度9成的降雨機會 南投仍愛於池 水底及信義 高溫31度有7到9成的降雨機會 海中和平氣溫落在17到31度7成的降雨機會 苗栗南莊 試探泰安有短暫雨 降雨機會最高有6成到7成 新竹關西 尖十五峰同樣留意短暫雨是 最高溫35度5到8成的降雨機會 新北烏來桃園附星 高溫33度8到9成降雨機會 宜蘭的大頭南澳高溫33度降雨機會 最高9成 花蓮的部分 花蓮的部分 新城花蓮市吉安 降雨機會有7成 高溫33度 卓蓮的大頭南澳高溫 高溫32到35度7到9成的降雨機會 台東寒線地區高溫36度降雨機會最高有7成 池上觀山海端級炎平 高溫33到34度6到8成的降雨機會 陸野台東寒北南高溫35度6成降雨機會 南迴地區最高溫34到35度降雨機會最高有9成 南迴地區氣溫落在27到32度之間 最後外島連江金門及澎湖大致是多雲到晴的好天氣高溫36度 現在這個時間台灣南方海面上 熱帶雲促是不斷的消消漲漲 而其中最受我們矚目的當然就是凱米颱風的最新消息了 而接下來颱風的動向不只是牽動著我們的心情 還有本週的天氣 因為從明天開始 東邊海景第一排的宜蘭就會最先感受到雨勢是明顯的增加 而且花東地區以及亞美達沃族的南雨 明天白天開始也要留意長浪的發生了 而禮拜三禮拜四也就是颱風影響我們最劇烈的時間點 包含整個西半部以及宜蘭地區都要留意局部的好大雨 特別是我們山區部落會是雨勢的重點區域 一直要等到禮拜五的時候 颱風才會漸漸遠離 雨勢也會慢慢跟著趨緩下來 而接下來幾天隨著颱風越來越接近 開面的路線動態可能會有小幅度的變動 我們要請大家要密切的注意最新的預報資訊了 那麼這就是今晚以及未來一週的天氣消息 我們記得把時間交還給老外 OK? OK?